人家想要三连嘛 现在就想要 因为我的猫猫生孩子了 天呐 生了7个 怎么会这么厉害呀 天呐 那现在我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哎呀 我 你们听我说 我甚至这一次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口 是这样的 我开猫舍因为什么老观众应该都知道 我不用多说了吧 然后现在那个 开猫舍的那个理由已经荒废掉了 所以本来这个猫舍 我是要交给别人管理的 那现在没办法 就只能我自己管理了 然后最初的时候呢 说的是买四五只总猫就可以了 就比如说一只公猫 配个三只母猫 羡慕吧 我劝这位年轻人耗自为之 然后呢 他们说先兼职开始做这个 然后比较好 但是你做猫舍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你有很多粉丝 你的那个流量很大 所以肯定很多人找你买猫啊什么的会比别人好起步一些 然后我就想着兼职就是一只公猫和三只母猫 那全职不得二十只猫吗 然后我就买了二十只猫 他说你呼呼呦呦就取了 当也没有到二十吧 十几只猫 而且总猫都要买那种很好很好的 你不能拿一些就是面相长得就很差的猫 然后来配种对吧 那猫不这种很好的猫 他就很贵 他除了猫本身很贵 这些猫的繁育权是要另外购买的 这算是一个潜交易的规则哈 比如说这只猫他两万 如果你要把繁育权员买回来的话 可能要三万这个样子 所以我花了几十万买了猫咪回来 每一只猫都是那种很金贵的猫咪 先说说猫的问题吧 这个猫一会又生病了 那个猫一会又生病了 这些我倒是能想到了 猫嘛大大小小的病经常也会有的 但是我发现我的猫就不是那种普通的病 我的猫全抑郁症了 一开始吧 我觉得猫得抑郁症 这就是很好笑 我也没遇到过 后面我就好几只猫连续就开始得抑郁症呢 天天啊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很神奇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的有一只 就是最开始来的有一只 哇超级活泼 不知道为什么被打了 还是不适应这样的群居生活 还是怎么样就自闭了 天天啊就是呆在那个屎盆子里 你把他抑回去 他要黏着他的那一坨大便 然后就是抱着一大堆那个大家的大便睡觉 然后就不出来就怎么样的 就是各种 然后抑郁又开始掉毛 然后就带去医院查 就发现什么皮肤病都没有 然后医生就说那就是清理上有问题 他在这小笼包不是来我这儿吗 我就是带他来调理身体的 抛开猫的问题不说哈 我人也不够用 现在易辱来那个猫舍帮忙了 我也没有去看过易辱 但是据易辱的反应和我妈的反应呢 就是说他每天的活他干不完 怎么会干不完呢 我觉得我去了 他就是一个小时就搞定了 怎么会干一整天都干不完呢 然后现在啊 我开猫舍以后都卖掉几只猫的嘛 但是卖的都不是我自己的猫 都是朋友的猫 我自己的猫还没有开始卖 然后我这两天就想着说 哎我把我的母猫卖出去几只吧 就是我的总猫哈 卖出去两三只这个样子 减轻一点负担 因为我发现猫猫每个月的花销都太多了 他们吃的也太快了吧 我买的一大单这种渴望的猫粮 三四天就没了 我都怀疑是易辱吃了 我说实话 然后我这两天有尝试的卖几只 卖不出去 我的总猫都太贵了 然后我就想说我便宜一点卖吧 我及时止损对吧 只要有人愿意对我的猫咪好就可以 然后微博上就有人找我买猫那个双叶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 一个大V 然后他说他要买猫 我说我这有我这有 然后他就说那太好了 我就在你这里买 哇 昨天我的心里都在放烟花 你知道吗 然后我说你想要什么花色的 他说我想要蓝白的 我有蓝白的呀 然后我就把我蓝白的猫发给他看 他说好看 但是你的猫鼻子怎么这么短 我说加菲鼻子就是短的呀 他说你的猫是加菲猫吗 我说啊 他说我不要 我要阴短 他说你有阴短吗 我说我没有阴短 我说加菲也很可爱呀 他说 嗯 我女儿不喜欢加菲猫 没了 没了 而且我跟他说的价格 你们知道有多亏吗 那只猫我买回来是三万块钱 我说商业大了 你要是想要的话 我五千卖给你啊 你只要对猫猫好就可以 而且我没有认识嘛 对吧 认识这么久了 不要 白亏2.5万 他不要 没有人要 没有人要 三万买的猫鼻 五千都卖不掉 我昨天很难过了 然后在昨天非常难过的这个打击之下 我今天我就去街声 我想着可能要生个三只猫咪吧 哇 一下子生了七只 七只猫咪 你可怎么办呀 又得吃多少呀 然后我另外一只猫也怀孕了 差不多就是这个月 这个月过几天就要生了 我的妈呀 生了我给谁呀 这七只猫咪 我弄到哪去呀 故事还没完 七只小猫咪 我今天下午就在想 这七只小猫咪我该怎么办 我到时候实在不行 要是品项差一点的 我就便宜一点 卖给水友好了 如果有水友的话 想买猫咪的话 然后我就发了个微博 说我的猫猫生了 然后小圆喵说 哇塞 我突然想说小圆喵一个人吧 我就想送一只猫给小圆喵 我就想说送的不输钱 然后有猫猫可以陪着他这样子 然后我也可以减轻一只猫的负担 但重点是 我是看到他比较想要猫猫嘛 我就想送他一只 我就无意性找他 我说小圆 我说你想不想养加菲猫 我送你一只加菲猫吧 他说不用了 我买了新的猫咪 他你花钱 他花钱在外面买 我的猫怎么办呢 马上另外一只也要生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他不会生七只呀 然后 天呐 这些猫我该怎么骂出去啊 我那都养不下了 说实话 我一直也没有怎么经营猫社 因为我觉得猫还挺好卖的 因为我之前不是 卖别人家的猫 卖的挺好的 但别人家的猫都不是加菲 都是布偶啥的 为啥 哎 加菲真的很好看啊 加菲猫至少没有问题 你们不要老听那些营销号乱讲 你们要是有人想买猫猫的话 来我这里了解一下吗 别的猫我也卖了 但是我是繁殖加菲的 喵 记得三连哦 再见 中文字幕——YK